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何你的手機又不會負責 不會脫色的 做甚麼選擇 做不斷彈 四點三點 甚麼 但你游一游色好些 不是的話 你遲些會後悔 我已經不見了 我已經不見了 這個是你的班育 但如果新賣 有些型號 有些型號 沒有這些問題 好了 這個 這個現在我們看到了 現在給了一條角 給了一條邊理 你先畫它 我不知道這個生人 能否認成 我不知道這個生人能否認成 但我先畫它出來 Palpha 45度 對面那條線是4 接著這個B就是2 好了 那這裡要先找哪個角 一定要找這個角 你才可以找這個角 是哪個角 Palpha B 除以2 等於Palpha 45度 除以4 好了 Palpha B 這個2 開方2 1開方2 1開方2 4 好了 到底Dock B怎麼做呢 你先Shift它 算到20.7度 對嗎 但這隻不是只有這隻的 還有一隻的 180度 減少 所以要想起一個項目的 159 但是基於這個是45度 這個是153度 所以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不可能是153度 所以遺跡來說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遲遲遺跡呢 不是的 不是遲遲遺跡 有遲遺跡有遲遺跡 浪費 所以要看實際情況 待會有一條會告訴你 沒有遺跡 會不會有兩個答案 有 接著下一題 可以沒有答案 可以有兩個答案 可以不會沒有答案 這條正常答案 正常答案 好 計算B之後 我計算A 不計算C C就是124度 那它有兩個答案 我不是想C 我不是有兩個答案 是 即是有兩組三個答案 我稍後給你看 因為有這些例子 我會給你這些例子 因為它是114.3度 然後找到C 即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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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即是C 即是C 難的地方 不是這些地方 即是難的 M1 M2 是難一點的 這是下觀因素 即是標準的 但 如果你能教 很多事情都不說 就叫你去做 不如你去那個客戶 你叫他去 你叫他去 是呀 是呀 你接完嗎 是呀 我以為你還沒接完 好